昨天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解放军台湾海峡水域军演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 据悉 解放军4月18号8点至24点将在台湾海峡水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 两岸舆论普遍认为 这是大陆针对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近期台独言论 以及岛内台独组织推行台独分裂活动发出的警告 请发言人予以说明 马晓光在答问时表示 我们已经多次表明坚定反对台独的严正立场 我愿再次强调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